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开会 两个处长 不是 局长的处长 惨发局的 跟这个市场处的 都在说谎说没有 明明有考察报告报道董事会 陈锦峻副市长兼董事长居然也说没有 明明有几次到市长市去开会 市长居然毫无所惜 你说这是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市政府的一个团队呢 所以其实简舒培第一次的质询是非常温和的 就包括今天的质询也非常温和的 他只是说北农有一个版本 是不是市政府应该参考一下 就这么简单 居然一连串的谎言下来到今天为止 仍然不可认错 用脏话来掩饰说谎的事实 这个 而这些局处首长之所以跟着说谎 我觉得只有两个结果 要不然就是欺下满上 要不然就欺上满下 那很简单 那可市长就应该处理这些局处首长啊 因为你欺上满下 居然五一零有报告 有开会 有方案 你没有人跟我讲 那你就开除他们啊 就要负政治责任啊 要不然就是这些局处首长根本就在做奴才 航线一气 就做奴才 因为直到市长因人肺炎 因人肺事讨厌吴云宁 所以就配合 可市长一直对外说谎 不敢在市长面前说任何说 吴云宁有做过这些事哦 吴云宁有做这个报告 吴云宁有考察回来哦 没有一个人敢讲 这样子的市政府就变成了一个威权的市政府 不可能会等你们一会说 这些人都在家当下设嘛 大陆寺土冬入居中心 在自家当下设的人习宁有做意见 这些人都在家当下设的方案 那是第三个商品 那么多大陆导的市政府也有做到 我们在北京的市政府也有做到 我们在北京的市政府尖多论 那是作坏 本市政府 之销 你有什麼意見 那你要進來報告 不是在寫臉書 那你的報告PO在臉書上面 我覺得這太離譜了 也就是說 進入體制內的人 你不要一直 還用體制外的行為模式在做事 這實在是 我這實在受不了這種事情 你知道他都有開會 他也有開會的紀錄 不一樣說的 那就拿出來看 就要開始發脾氣 你講人不敢來開會 講人家的內容 包括你們新聞稿 改了三次 什麼少了一千兩百個停車會等等 已經改了三次的新聞稿 那這個部分 你認為你有必要道歉嗎 那我還要說 還是那時候 他就有事情進來處理 不要把這個內部問題外規過 沒有啦 你就回答 我說有需要道歉嗎 我為什麼跟他道歉 我知道他來一點 他來議會備詢 我跟你講 如果連議長都講 我們還是拜託農委會 他還是不來 我慘了 結果他不來 是我被站在這裡被罵 你罵髒話 你剛才有罵到髒話 這樣不好 我說他不來背行 然後變成是我站在這裡被罵 我實在是火大 你那個是口頭禪對不對 沒有惡意齁 沒有啦沒有啦 沒有惡意齁 所有人都在叫 我看你要道歉 剛才那句話你要道歉 如果講髒話要道歉 真倒楣對不對 所有民主有議會 監督也好 有市政府專業討論 全部變成一個人的情緒 這個請問改建上百億的大案子 怎麼可能品質會好 有好意見給你 你最起碼可以說 就算你覺得吳英零案件 現在搭不進去好了 就算搭不進去 你也可以公開的說 你不是常常跟 懲罰局不管你吃飯也好 你上臉書 你說啊 說這個地方加的 那個地方挑高的不夠好 這個地方少的不夠好 你就一條條說明哪裡不夠好 哪裡不專業 不對嘛 這就就事論事啊 是 為什麼要繞過去說髒話罵人呢 為什麼要去攻擊吳英零呢 跟於是毫無補 你為什麼不問一下你的局處 說吳英零這些東西都到哪去了 為什麼我沒看過 或者我們為什麼都 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這樣子來對付吳英零呢 所以我覺得 氣急敗壞 對於事情毫無幫助 再多髒話 改變不了說謊的事實 面對就事論事 究竟北農的案子有 有沒有可踩之處 不可踩 不可踩的話 原因何在 公諸於事 讓給社會公平 這才是公開透明的正辦 否則的話 你繼續糾纏在 吳英零個人身上 你繼續用個人的好物 來主持市政 那個下場會很不好 市場的改建案 包括了大巨蛋 吳英零 大巨蛋 這兩件重大的事情 在接下來當中 包括了王世堅大哥 還有洪建毅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是不是都可能會重挫 柯文哲當初所承諾的公開透明呢 是不是都可能重重地 讓柯文哲踢到鐵板呢 輿論的翻轉 在過去二四小時當中 好像瞬間 突然間變樣出來了 結果在今天的危機處理當中 預告一件事情說 下週一呢 叫他來開首長會議 搞了半天 吳英零以前沒有開過首長會議嘛 可是在我今天感覺說 你不要再開啦 聽起來 你覺得說 吳英零以前你們的雙首長會議 都沒來開過 那為什麼是這樣 都沒來開會呢 對不對 他懂什麼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今天有一位部長級的 黨政高層人士說 柯文哲你真的懂嗎 那柯文哲你懂什麼 關鍵的公文 重重地讓這個輿論翻轉 打臉的柯文哲 是什麼樣的公文 140億的一個 第一批發國債市場改建的案子 從馬英九當任市長到現在 已經歷經十幾年了 那當然 以這一次改建的內容 造成了那麼多的一個討論 包括到底是柯文哲市政府說謊呢 還是吳英零的北農說謊 其實很清楚的 當柯文哲第一次時間就站出來說 吳英零懂什麼 連會都沒有來開 現在我們的一一來 一一來破解台北市政府的謊言 當然從副市長 包括董市長就是陳敬俊 包括那個 產發局局長 包括市場管理處的處長 其實這些部分 你們是不是應該公開道歉 或者應該引咎辭職 我相信後面會有很多的討論 但我們來看 吳英零沒有參加過任何的會議 你們來看一下 吳英零參加市府各局處 共11次的會議 包括雙首長會議 包括雙首長會議 包括市長市的會議 包括市場處的會議 包括產發局的會議 包括蘇國公會 包括清國公會 等等的相關 總共11次 你說他沒有跟市政府報告 你說他不懂 你說他不了解 那這個地方是第一個 打台北市政府耳光的 第二個 如果假設這些會議 假設他真的都沒有 柯文哲你認知他都沒有 請問一下 我下面這邊有助誉 張鈺慧前北農董事 現在公務局的副局長 數次拜訪與吳英零溝通 這個部分在我今天的質詢當中 我就請他上來 這個人是king man 因為很多聲音消息傳來說 為什麼市場管理處要說謊 為什麼市場管理處要說謊 那後來我請他上來了 上來在公開質詢他的時候 他說 我說你到底跟吳英零私底下 討論過幾次 北農改建的事情 他說三次 很正確的 假設前面的會議都沒有 那請問一下 張鈺慧 北農的董事 為什麼你要去跟北農 總經理討論改建的事情 那一而再再而三而 全部的零零總總很清楚的 其實第一次發果在市場 整個內容你看 雅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章安建築師事務所 其實就是很清楚的 這個是我們台北市的PCM 他主要針對這東西 也就是在我們的3月23 吳英零我們的改建小組提出了一個版本 然後經由市政府的改建完 討論完了以後 包括這個所謂的農產公司提出的需求 包括先期規劃的報告書 也就是零零總總都已經很清楚的說明了 最後面你看 他說他們去考察只有三個小時 其實在去年的11月考察報告書在這邊 有沒有送 有送 來看一下第12屆第三次的董事會議紀錄 總經理吳英零有出席 包含主席最後的結論 請新工作針對今天董事會所提問 派人跟公司說明 也就是北農公司 然後取得公司後再跟業者說明 整個零零總總其實都很清楚的 吳英零從頭到尾都有參加 那我也必須報告所有的觀眾朋友 北農改建的有一個改建小組 五人小組由董事長陳景俊當召集人 那由董事來做一個改建小組 這個改建小組其實很多都有在討論 包括這個整個中繼的改建的主體工程 這些東西都必須要經過改建小組來提出給台北市政府 也就是新工作 甚至於說台北市政府相關的局處 來做一個滾動式的修訂 那滾動式你看這個東西很清楚的 副本正本台北市場 那也就是北農所給的 及各項的改建設施需求 再加上這個第二次第四次會議 一樣含中繼等等的一些所有的改建 再看我們下一個 他們市場管理處的科長 也就是許全摩 他本身擔任市場管理處 你說完全沒有出席嗎 完全沒有嗎 這寫得很清楚 那我還是必須講 這個東西也就是剛開始說 他少了一千兩百個車位 這是政治操作 還是市政府 柯文哲你被下面的人蒙蔽了 所說出來的一個笑話 很清楚的 簡書培議員 我今天跟他調這張公文 其實他說少六百五十個 物質 物質一千兩百個 這多惡劣 這個東西如果說整個改建市場 是我必須要講 所有的市場改建 這一次一百多億的市場改建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經驗 你不能片面去說 吳英寧或是北農改建小組 是不懂的 其實這個東西是可以討論的 再來 我們來看 BP8國家市場改建 掌控推動 台北市場這個東西 這是他們的新聞稿 這台北市政府前後改了三次 約六百五十個停車格 等等的前後 因為這個部分改了三次的新聞稿 也就是說 他有對外來修飾 其實他當時說一千兩個停車位 是錯誤的 那後來來更正 我必須要講 整個 整個北農的改建的案子 很林林總總的攤起來 那像剛才的一個林聰傑副市長 昨天在我們黨團會議當中 我出席了這個會議 後來他一直說他都沒有出席 結果呢 林聰傑說 吳英林從頭到尾 沒有出席 都沒有出席 然後解數北就很高聲調 越問越生氣 說真的沒有嗎 一定沒有嗎 你肯定沒有嗎 最後就說 我這邊出席了十一次 報告誰給我的 是你們誰給我什麼調的 其實這樣子打了林總 當下他才道歉 可是今天的記者會上面 他又說 我是針對我的語調來道歉 事實上態度來道歉 我覺得是不對的 昨天到 昨天整個一個會議來講 黨團會議 我必須要講 包括李建昌 包括我們的召集人 包括簡書培 包括洪建議 李慶豐等等的 其實針對部分 我們都很平和的問他們 從頭到尾 他們都在掩飾 但我必須要再講 整個改建小組 整個改建小組 滾動式的一個改建 必須要讓台北市政府 來做一個參考 那也必須要講 從頭到尾 北農並沒有反對改建 因為改建內容的需求 到底誰最知道需要需求 也就是北農的所有的人 改建小組提出來的 柯市長 你這次到底是建設等收起 還是被下面蒙蔽了 在政治上你失分了 也不需要政治操作 但是我必須要 回歸正常的機制來討論 到底北農改建 省了11億 是不是替台北市政府省錢 是不是替所有台北市民來省錢 這是大家關鍵 可不可以知道這一回真的被騙了嗎 現在看起來是一路在說謊 但是一路霸凌的是吳英靈 來 你怎麼看 小君我補充一下 事實上去年吳英靈上任的第二個去年八月 我跟吳英靈還有這個清國公衛邱靖福里市長 我們會同相關的單位就是去現場去會看這個第一國在市長的改建 去年的八月到現在一年了 那我簡單補充其實第一點 第一點這一件事情突顯之乎 柯文哲威權專制的心態 一個領導者應該不偏聽 不能因人費言 但是柯文哲在這一件事情顯示的是權力的傲慢 就是說事實上長期以來柯文哲這個人是這樣 他如果騙的過他就要騙 他如果吃你的過他就要吃 那現在吳英靈因為不給柯文哲消費了 他不再讓柯文哲的網軍消遣他霸凌他了 他不來備詢了 所以柯文哲現在就是惱羞成怒 把所有能夠糟蹋攻擊吳英靈的就一次的宣洩 那麼我覺得吳英靈提的這個案子 我個人去年去那個會刊 我覺得有兩點很重要的 第一點就是說市場用地 它的目的跟功能是什麼 市場用地 本來你市場的改建就要往市場機能的最大去發揮 不是嗎 那其他不必要的 比方說像政治目的 像這一次柯文哲市府的版 我認為那個叫政治版 不是市場版 為什麼你把禮堂弄得那麼大 你把集會空間辦公空間弄得那麼大 那些是市長官員政客們作秀的場合 大家可以去看第二果在冰箱市場 樓上的那個禮堂大到不可思議 他365天裡面真的開會禮堂需要集會開會 不到10天其他幹嘛 他給某一家很大型的餐廳 營運 當然這個餐廳做得很好 奇怪了 這個餐廳提供的也是給其他市民來用餐來集會 並不是給在地因為蔬果運送買賣的民眾來方便食用的 那你就失去這個目的 我舉一個例子 交通用地交久轉運站 就是現在台北市案件那個金站 大家看得到那麼大的百貨公司 那麼大的飯店 那麼大的商場 它就是一個錯誤 交久轉運站不但交通用地 而且它是要用來做交通轉運的 結果你看 過去馬英九時代就是錯誤的規劃 他們怎麼樣 他們就是把百貨商場飯店 把商業機能極大化 然後把交通轉運的機能極小化 結果你去看喔 現在它沒有達到交通轉運的目的 你看它那個匯車車道那麼窄 那麼多客運的車輛 不去上面上下課 為什麼 那麼窄 尤其逢年過節的時候 這些客運只好就在外面 就在地方 繼續上下課 那就失去交通轉運的功能 同樣 市場最重要的功能是什麼 除了拍賣以外 就是冷藏冷凍的功能 我坦白講 成立北農公司 第一果菜市場 第二果菜市場 就是要保護生產端的農民 跟消費端的台北市民 所以我們需要有冷藏冷凍的地方 來做調節嘛 也就是說當盛產的時候 我們的水果蔬菜 那我們有冷藏的空間 可以調節 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在迅期的時候 風災水災災害的時候 價格會漲的時候 我們釋出 這就是保護了農民 跟保護了消費者 不再讓中間商撥現 結果呢 你現在市府版的冷藏冷凍功能 小了啊 那五英寧版的差別還有什麼 還有一項 中繼市場 我去年跟他去匯刊啊 五英寧我們在大熱天 那早上九點多十點 匯刊到下午一點 三個多小時裡面 從果菜市場到漁市場 到那個提外華中橋下 去匯刊 就是為了什麼 中繼市場 我跟大家報告 小君你做 你評論一下就好 你看哪個隊 在那個維寧的版 我們去匯刊 就是要求說 那這樣 必其功於一一 把中繼市場 就坐在華中橋下 直接把最大的 那個蔬菜水果這一個 中繼市場 就坐在那裡 那就先改建蔬果 然後漁市場 維持在那裡 那麼等他們改建好 再換那個 那個改建漁市場 結果當時柯市場的反對 他們官員反對是什麼 他說啊 題外啊 不行 什麼設施都不能做 他沒想到 當天我跟吳英寧 馬上提出一個 題外怎麼沒有 沒有什麼其他設施 例如說 你租借給露營協會 都可以給市民露營去消 去這個 小捲娛樂 那我們當然是說 市民小捲娛樂在那邊露營 是很好 可是可見 這種臨時性的帳篷 這些可以做 那怎麼不能給 這個果菜市場去那裡 好啦 被我們提出這樣以後 柯市場怎麼做呢 跟小燈收去 好啦 他知道說 那把魚市場 牽去那裡 然後把水果 青果 牽到魚市場 欸 小君 你這不是 拖一次褲子 打兩次屁股嗎 這不是很莫名其妙嗎 你為什麼不一次解決 我們就把青果移過去 那一次解決不用移動兩次 他現在是怎樣 現在這個版本多這麼多錢 除了量體的錢以外 就多了中基市場搬魚 你先把魚市場 搬到 華中橋堤外那裡 然後 把青果搬到魚市場 你就在幹什麼 是 那我不客氣的講 其實這背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件事情 是太贏了 大家看著好了 不是太贏 錢太多了 小君 我藉由我們這麼有公信力的節目 我跟社會大眾說明 大家看著好了 如果這件事情 放著柯市場二稿 明年這個得標廠商 就會是柯友友 黃昌營造 就是在隔壁 環南市場 55億的這個 黃昌營造 為什麼 柯市府的這個版本裡面 有很多 就是採納 黃昌提供給他的 所以很奇怪 你的柯友友的意見 都可以暗中 藉由你們的嘴巴講出來 說這個就四五版 這個是專家版 這個公訂版 吳陰寧另外找的 叫不是專家 很奇怪啊 柯文哲 你的專家才叫專家 你的專家 還是你的柯友友 我跟大家報告 柯文哲比較多 環南市場的開標 我相信黃昌營 我們都接過很多相關的訊息 這個標開得很莫名其妙 這個叫最有力標 那最有力標 來的三家廠商 因為整個營造界知道說 這個會有內幕 他們覺得說 有市長的柯友友在 所以名門正派都不來 另外來了兩家 也都是大廠商 他的credit紀錄各方面 都遠比柯友友黃昌好 至少他們沒有其他什麼瑕疵 他們的價格也比黃昌低 結果柯文哲用最有力標 成立一個評分委員會 評給黃昌的是最高分 跟市前啊 業者或者市民 或者我們議會所聽到的傳言一致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柯市長現在的市府版 已經加入柯友友未來 我不客氣的說 內定的柯友友廠商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請觀眾朋友請稍微來公爵啊 吳英寧講的版 榮獲不是百分之百的好 可是你柯市長為什麼展露這種威權傲慢的心態 你為什麼這麼偏聽 你就不能聽聽吳英寧的版 而且吳英寧不是只上作業 不是在辦公室躲在冷氣房裡面隨便講講 他至少就我所知 光在去年啊 最熱的暑假八月期間 就跟我我們至少現場去會開 而且我們提的這個案子 大家冷靜一下 質地有深 嗯哼 住在那個地方還住了好幾回 我想請這樣 符合一個國際規模 有高效率 這個國蔡市長應該是怎麼樣 考察到包括東京都跟福岡 有沒有他山之石 可以讓柯市府團隊 可不豎起你們耳朵 眼睛也好好看一下 來 這個李市長怎麼看 我覺得剛剛議員說得非常好 就是說大家其實忘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第一國蔡批發市場 雖然是屬於台北市政府市場所管轄 但是管理這家公司的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其實是四大股權 大家都很清楚 那中央農委會台北市政府 跟泛運商農民團體 那其實吳總在這份報告當中的 開中民意就是說 其實針對大台北地區的800萬消費人口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是要令地新建 但因為跨縣市各方面中心 如果沒辦法才退而求 其實就地改建 他是在這個前提下去提出說 市府的新公處的版本 可能有一些不符合我們使用者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前提是非常重要 好 那回憶剛剛小君講的 什麼樣叫做一個符合大台北地區的東西 確實是 像我個人也去過東京 去過福岡考察過很多次 就是說 它確實是需要有一個戰略高度 也就是說 我們要去怎麼去穩定 這個首都地區的民生物資的供給 對 因為 所有的民生物資的供給 一旦失衡 某種程度上 其實是對執政很大的挑戰 那一 東京也好 福岡也好 當然他們因為 可能是政府效率問題吧 他們其實就是很快速地採取用海埔新生地的方式 海埔新生地 對 因為他覺得在都市內已經不可能找到這種黃金利段 那當然他們一定是同步規劃 就是在海埔新生地的同時就開始把硬體的思維導入 那其實那邊就變成一個物流圓區的概念 也就是說 將來的農產品發市場的概念 已經不是我們看到40年前那樣子 它其實就是一個現代化的物流概念 那這個物流當然會去服務到最末端的傳統市場 然後這一端會連結到供應地 會讓整個台灣的農產運銷的產業鏈 有可能因為一個市場改建而拉長 但是我們以前看到很可惜是這個方案 大概已經沒有這樣的功能出現 已經沒有這樣的功能 為什麼東京都福岡都已經參考過了 難道柯文哲市長會不知道嗎 值得檢驗還包括像是大巨蛋的部分 來 陳佳文告訴我們 今天洪建議到現場 哇 匪夷所思 兩週之前 我們曾經問姚老師 怎麼很多人說貨車來來去去大巨蛋 那不是停工 那來來去去是在起聲了 畫面曝光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明修戰道嘛 來 陳佳文告訴我們 今天你拍到什麼畫面 來 佳文請說 現在的狀況怎麼樣呢 經過了幾年之後呢 我們終於可以進來看一下 現在的進度到底是如何 那因為呢 這個大巨蛋受限於14項 這個補強工程的規定 所以可以看到主鋼梁 還沒有運進來的時候呢 這邊的這個鋼筋呢 目前都是曝露在外面的 那這裡呢 原本應該是這個主場館 也就是各種球賽 可以進行的位置 不過現在呢可以看到只有零星的工人 正在補強這個看台區 因為看台區呢 跟這個主結構其實是有關係的 所以看台區這邊呢 還是必須要先蓋好 才能夠確保後面的這個整個大巨蛋的這個 基底跟這個補強的工程是能夠完備的 好 倒數79天 我相信柯文哲可不可以連任成功 除了吳英嶺的事件之外呢 大巨蛋是台北市民非常關鍵的 柯文哲曾經透露說 兩週之內會有一個了結 那到底了結是什麼意思呢 你們今天 市議會黨團終於進去了嘛 本來憲維州在前天的市議會當中 為什麼有政黨之別 丁手中可以進去會刊 民進黨市議員就進不去 結果今天你們進去之後 請問一下你看到了什麼 其實我整個進去 今天大巨蛋早上十點半進去現場會刊 那看到了五棟建築物 每棟建築物幾乎我們都走進去了 那我必須要講只有八個字 民修戰道暗渡成昌 為什麼這麼講 其實在我記得 大家如果記得沒有做到 在104年的5月 柯文哲就任完了以後 就說全面停工 要求全面停工不可以再動了 那後來基於他們去作所一個行政救濟 這個場景是我們走進去的時候 我應該是講說 應該是先拿這個圖板給大家看 就會非常清楚 OK 好 你先看一下 這個圖板是什麼 這個圖板是五個建築物 大巨蛋 旅館 辦公室 還有商場 還有隱城 這五棟建築物 那這五棟已經是全面停工了 可是如果在104年到現在 他們的進度其實已經有感覺已經 所以連你也感到意外 我感到非常意外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糟 沒有想像中的這那麼糟 包括那天發生火災的地方 我也都拍照回來了 有錄影拍照 那個是在整個大巨蛋的主體裡面 所以現在外觀看起來都起床了 這個是進去的時候是 它大巨蛋外面未來的五號 要把五號的市政府 國父紀念館出口拿掉 跟這個做結合 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這是它結構的部分 請問一下 這是在市政府的允許之下 所做的施工嗎 80%都已經完成 我們一直以為 不是安全上的考量 結構上的考量 正在停工當中嗎 只是說結構安全的部分叫你去補強 不是只是這樣子嗎 其實我應該跟大家講 大家的想法可能跟我 今天還沒進去的時候的想法 跟小清姐你想的其實一樣 裡面應該是千窗百孔 或者是工程還沒有到一定的程度 可是我們今天進去看了 大家看一下右手邊這邊 105年9月6號 我們不是一直講說 有給他們同意他們14樣施工嗎 復工 全面停工完14樣條件復工 那105年的9月6號 已經同意他6項了 那105年的9月又同意他1項 玻璃為目 106年的4月又同意他 總共零零總共加起來14項 為什麼我說民修戰道 他用這個部分來講 用這個14個理由 其實他都說 我很多工程師要做這些工程 說我必須要先做 他用這個理由來做一些細節的部分 包含說我拍了這一張照片 可以講具體一點嗎 因為我要去加強這個安全結構 雖然我連這個地方一起做 所以全部才有可能80%已經完成了 那你們台北起經後是鬧空程劑嗎 這總是要有人去監督 總是要有公文吧 這一張的合約 BOT合約已經到期了 但是呢 以他興建的一個期程 還可以到109年 那整個過程當中 台北市政府每個禮拜 禮拜三會聯合期查 那每天都會去看工進 那工進的進度 因為他是BOT案 所以他也不願意給我們所謂的工作日誌 都沒有 台北市政府進去原則上也很用心 進去看了又有沒有什麼大項的 不該做的做了 那其實那些東西說真的 今天我們進去也有 他們說他們要回去再比對一下 有一些細項真的不是 不是很簡單很輕易看得出來 他們也沒有重視 所以裡面其實零零種種包含 大家都知道 整個工程要做 最後面的是機電 設備 冷氣 空調 這是最後面 其實有些風管都已經裝置完成了 所以他跟我說的 我問他說 你這怎麼現在就倒去 他說沒有辦法 這是因為我要做消防管路 所以我要先做 奇怪 你要走管線 為什麼要先做風管 他說我這必要工程 他就用一句必要工程 來唐賽說 我這在14項裡面要做 我因為要做第一項 所以我要先做這個 他用這種角度 所以我說暗渡成仓 所以整個今天來講 他回答我的理由就是說 我因為要這樣子做 那我跟他講說 你這多久做 他說我四年多以前就做好 他總是認為說停工前都做好 可是我一看 這些東西都是新裝置的 所以待會有個圖片 可以補充給大家看 誰允許他做在他復工之外的事情 誰允許的 這不是復工之外 他把它全部打到 這些14項工程裡面 我因為要做其中的工程 所以我必須要做什麼東西 那合不合理 以我對工程人來講 我覺得不合理 所以我才講出這八個字 好 OK 民修戰道 台北市的副市長 林青蓉當時開記者會 王定宇那時候幫我們做飛行 完整的一個解析 是基於什麼 公共安全 包括了量體 包括這個逃生的一些問題 所以現在可以完成80% 代表當時的疑慮 已經都獲得解決了嗎 所以才可以80%去完成嗎 來 王定宇 代表沒有人管 代表沒有人監督 代表隨便遠雄亂做 代表遠雄 黃世民那個案子 叫拿一張監聽票 一路掛到底 這個就是拿法院 行政法庭的裁定 14項公安項目 一路興建到底 為什麼沒有人管 誰該管 你知道在這個 牽涉到遠雄這個巨蛋案 目前有兩個最有名的 營建署長 一個營建署長叫做林青蓉 一個營建署長叫做葉士文 葉士文現在在哪裡 在跟朱立倫的副市長 在當鄰居 都在關 當時從馬好一直到柯文哲 柯文哲能夠選上市長 台北市民對大巨蛋的不耐 厭惡 跟這整個裡面官商的問題 理不清 其實是個很大的原因 我第一次叫這麼痞的人 你知道 我叫你停工 停幾個地方 79處 在2015年5月14號 台北市政府 那時候市長叫柯文哲 台北市政府提出79個地方 你的結構沒有經過合法申請變更 私自變更的結構 大家印象比較深的是 有的兩個樓梯不見了 變一個 有的地方該結構 有那個防煙門的不見了 就整個79個地方 那時候林青蓉還有林周明 或我拿那個圖講得很生氣 也跟我現在一樣生氣 異憤填膺 或我這個就不一樣 這怎麼樓梯不見了 逃生怎麼辦 跳了沒去 跳了沒去 樓梯也沒去 兩腳翻一腳 有門 並沒有門 這個是林周明講的 你看這個就是今天手作故鄉的畫面 哎呀 真的耶 你看起來幾乎 好像可以快剪彩了 不是這是影城 然後機店設施在拉拉就可以營業了 外觀 我很久沒有經過這個地方 要是你有看到 幾乎外觀都已經快好了 裡面只剩裝潢 這一張 裡面只剩裝潢 這一張就是我說的最明顯的地方 因為我們今天進去說真的 也蠻時間蠻短促的 這個我畫起來的地方 這個問題 他跟我說四年前就做好 會變成這樣 不是 而且你看你看香港都看好了 正義 我剛才說的 這一切 遠雄 他現在跟你說 那都以前做的 四年前做好 可是事實上都是最近做的 看起來就知道是現在做的 沒人管嘛 就是說 我剛才講遠雄想要暗度陳昌 把14項做成140項 那是他要做 台北市政府不可能覺得說 有兩個單位 你現在不只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好像六個兩個眼睛全部都七年 沒有 小學生有兩個單位 一個這個有專案管理人 你的監工單位有沒有去看他 有沒有按照台北高等級 反正台電商去做事 他是建築師 建築師啊 對 就是他的PM的管理人 第二個 台北市政府的局處首長 也應該定期去問你的進度 不是 因為像這樣 民以組成州 然後木以成州 快完成了 如果依照姚文志說他當選之後 可能會去解約 你這樣子完成 不是代表未來的台北市民 要面對解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嗎 誰去放行 包括點出了台北市政府 跟還有相關的建築師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沒有密會 怎麼會有這種狀況 去年2017年的11月份 市政府自己承認 再譬如三次私下密會遠雄 還有三次跟遠雄在市政府會議 總共六次跟遠雄談判 如果沒有這些談判 怎麼可能遠雄可以趕背著市政府 自己繼續去施工 去將近完成呢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嗯嗯嗯 市政府當然會有這個工作是BOT 它是在市政府的監管之下去施工 所以市政府有責任向社會來說明啊 說現在已經超越14項安全措施的復工 其他的部分都可以說成是兩年前三年前一年前是做的嗎 單單旅館 嗯 或者商場那一大塊 嗯 應該就不是如此啊 那是新進這一年任何人用眼睛看都可以看出來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覺得其實 可以這樣密會這樣巧啊 不是要公開透明嗎 其實現在的做法跟原來大巨蛋之所以叫弊案 就是因為柯文哲認為馬英九那個時候有密會 才有大巨蛋簽約 嗯 沒有權力金等等的嗯 結果現在他跟遠雄之間也來密會 然後才由遠雄繼續施工嗯 這一點恐怕市政府自己要對外說明嗯 到底遠雄有沒有一約 現在就算退伍一萬步好了 他有沒有改善原來你認為公干 認為說79處違規的部分呢 是是 對不對 那現在究竟符不符合安全標準呢 這些都沒有任何的答案 所以啊都沒有任何的答案 真的不應該辦市長的辯論會嗎 尤其在這個六都當中真的可以回避嗎 到底為什麼這麼畏懼進行辯論會呢 柯文哲說要辯什麼 不該辯嗎 來德明哥 好歷史上第一次辯論的是尼克森 跟甘奈迪 那尼克森當時是 艾森豪總統的副總統 他已經從政非常多年 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那個甘奈迪43歲 好初出茅庐 其實知名度非常非常低的 在媒體的促成之下 他們兩個人進行了第一次的 電視公開辯論 那那個時候大家都沒有經驗 老太龍中的一個候選人 跟43歲意氣風發的年輕的候選人在辯論 好所以整個畫面看起來 當時很多人對聽這場辯論是透過收音機 聽收音機的時候都覺得說這個尼克森贏啊 最後尼克森輸了0.1% 只輸10萬票而已 美國政大輸10萬票 所以從這個辯論開始之後 所有的這個大概選舉圈的人 通通都有這樣子的一個默契 領先的那個人不要隨便辯論 辯論之後很可能會翻牌 你覺得柯文哲跟侯友宜 有辦法規避電視辯論會嗎 當然就是說你公開的政論會不會 證件發表會不會形成一個辯論 勤某種程度上會有先上場後上場不一樣 因為後上場可以辯駁前上場裡面講的證件 所以他的證件當然前後場是有關係 但是你說辯論 剛才德明特別強調一件事 贏的人都要拖到最後 那我們就等著看侯友宜在最後的時候 會不會上辯論場 你說的是他會拖到最後辯論 不是說拖到最後上證件發表會 那我們就等著看最後一刻的時候 他會不會上辯論 我覺得贏的人當然固然是不太希望上辯論 因為我只要維持選舉的策略 維持我的一定的領先程度到最後 證件發表會完投票 當然比較不願意去進行一種辯論 當然尤其是執政者 譬如說柯文哲今天問你大巨蛋 剛才那個議員都講得很清楚了 你就是偷蓋了 有偷蓋的跡象 那你現在又說9月20號的時候 大巨蛋案要到都審會了 就是變更了 就要剛才那個委員說的 那些都變更了 如果你要變更的話 你就要送都審會了 還有另外的那個環璧裡面 去對你的這個整個做審議 那你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他把現在的結構 送到審議委員會的話 是不是違反了當初市政府的安全考量 是 所以你只要辯論的話 你怎麼讓他過 我就跟你辯了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是一個聰明人 我今天告訴你說 大家都說你巨蛋一直沒處理 一直沒處理 一直沒處理嘛 你就擺在那邊擺在那邊擺在那邊 現在他告訴你 送都審會了 要處理了 而且交給都審會專業處理 這樣子偷偷摸摸進行 對我就跟你專業處理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審查會 都審會審一個案子 經常有時候半年審不出來 選舉結束 柯文哲的態度 是半推半救 所以大巨蛋藉絲還魂 他們很清楚的 他們是把安全維護 無限上綱 然後讓遠雄來自由發揮 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安全維護 這14項 1到7項 我們沒話講 針對大巨蛋的蛋體 你不管是說損傷維護 排水啦 防火批復 看台版結構 甚至第7項大巨蛋的維幕 我們都勉強可以接受 可是後面的7項 商場的維幕 商場的屋頂 辦公大樓 影城等等 後面這7項 是夾帶啊 明顯的夾帶 那麼為什麼 因為大巨蛋的問題 就是量體過大 14萬9千平 溶流人數過多 溶流15萬人 所以影城跟商場 是有爭議的 如果大家要把大巨蛋 留下來的話 那影城跟商場有爭議 你為什麼把後面 有爭議的這些 藉由這一次所謂的安全維護 你把它夾帶 彈體的本身的安全維護 我們還勉強可以接受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很清楚 柯文哲故意放水 半推半救 那麼他們現在的用意 柯文哲打算是說 先前大巨蛋破舊敗壞 那他現在讓他偷偷的施作 改天啊 市民一起來一看到 大巨蛋這麼雄偉這麼漂亮 他們打算用市民的一些觀感 市民會覺得說 這樣不錯 那就讓他蓋到好好的 用這個來轉移大巨蛋 這兩大問題 量體過大 公安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市民權力的問題 大家別忘了 大巨蛋 10公頃3萬坪 竟然零權力已經給別雄做 我就舉22年前101大樓好了 101大樓只有1萬坪 大巨蛋3分之1的土地 在公平公正公開招標之下 他的權力已經是228億 照這個比例 大巨蛋我們市民市府的權力 應該要680億權力金 結果過去的馬英九 竟然零權力金 所以這是非常可惡的 我認為柯文哲不應該回避 我跟你講如果有道理 柯文哲也好侯友宜也好 你們就算其貌不揚 我們市民很有水準都可以接受 你們沒有道理 你們迴避 就算你們攀安在世 那市民也不會接受 不會接受你們的胡說八道 是 我是說你們有沒有考慮去告發 違法施工 對 你們心裡面 今天怎麼監督 可以告發喔 我過去提案 我現在要告發的第一點 就是這個提案 我三年前的提案 不但在議會 三讀通過 這已經具法律約束力 你柯文哲不執行就是怠惰 然後柯文哲不但不執行 他還讓遠雄步步進逼 那我們市府節節敗退 你看這個攻擊 讓他從土方運氣得到110天 綠劍族得到922天 加起來已經遠雄 多了1032天的攻擊 小軍啊 天方夜譚阿拉丁的故事 也不過101夜 這麼一陣脫樓 兩個仲裁 就讓他得到1032天的攻擊 所以這柯文哲的可惡 莫此為勝 明修戰道暗渡成艙 以安全結構無限上綱 這是柯文哲的做法嗎 來持續鎖定欣賞文家 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再會